下面讲的那就是第二个问题 打开原子的大门 人类认识物质世界 先从形态上认识 一步一步靠近本质 看一看物质到底有什么组成的 人们最早想到了 它是由原子构成的 那么探索微观世界 我们走什么样的途径呢 大体有这么三个方面 第一首先我们去描述一下简单现象 理解现象的内在规律 第二我们在总结个别特征的基础上 形成一个初步定量的一个理论 也就是规律 然后我们再去重复发现 更多的新现象 搜集更多的基本材料 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 形成一个较深刻的原理 或者定律 或者定理 或者发现 自古以来我们人类思考物质 到底有什么构成的 最早首先想到了原子 当初认为的原子 和今天认识的原子 还不一样 当初认为原子 就是说物质的基本构成 就是说所有的物质 都是由这个基本的东西构成的 这个词 古希腊 管它叫Atom 原子 古代提出来的原子弄 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说 不可再继续分割了 我们物质 我一刀一切 可以分两半 再一切分四 四再一切分八 八再一切分六 十六再一切分三十二 那么 一直到不可再分下去了 我们就认为 这是物质的基本组成 原子 但这个想法在古代 很自然 在我们现在 我们就发现 我们分割 似乎是无止境 所以往宏观说 似乎也很难 找到尽头 尽管有人说 我们的宇宙是有限的 但是 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说这个宇宙是有限的 我们最好采用一个词 叫我们的宇宙 比较准确一些 你很难知道 我们的宇宙 周围还有什么 人类认识不到 认识不到 不等于不存在 所以我们的思想方法就这样 从古代 希腊就开始认识 物质的基本构成 就是原子不可再分割了 他们管它叫埃德姆 那么 这就是古代的原子论 那么原子论的发展 实际上 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哲学时期 就不可分割 思考 不可分割 到哪为止 这从古希腊 那个时候 哲学时期 第二 十七到十九世纪 经过了一段过渡时期 第三 那就是十九世纪以后 十九二十世纪 进入了科学时代 那么这个时候 对原子的认识 才有了一个 叫种缺的概念 那么古代的时候 这个原子论 谁对学说 比较有影响力 这里我们给大家 介绍两个人 一个叫吉六波 一个叫德姆克里特 吉六波是古代希腊的 一个学者 他大概在公元前 五百到四百四十年 德姆克里特是 吉六波的一个继承人 是他的学生 当时在我们中国 冲秋时代的末子 也曾经提出过 朴素的原子论 当时的古代原子论 认为 他的知识要点是什么呢 存在着无限多 不可分隔 性质永远不变化的原子 它们仅仅是大小 形状和用东方面 有着量的不同 物质的性质变化 都是由原子组合来决定的 我举个例子 像这个德姆克里特 他怎么说呢 他说宇宙充满了 无数个原子 有些原子大 有些原子小 较大的原子 在一定的特定条件下 就生成了地球 而太阳怎么形成的呢 有很多的原子 继续 生成了一个 潮湿的团块 潮湿的团块 在特定的环境下 它开始变干 到最后燃烧起来 变成了太阳 你看古代原子龙 这只能说原始的原子龙 现在我们今天看 他显然说的 不那么对头 但是 我又告诉大家 有想法 开始在脑袋里思考 一种模型 要比轰轰恶恶 强得多 表明 在思考 在发展 罗马有一位诗人 叫鲁克莱修 他写了一个长诗 叫悟性论 悟性论将古代原子龙 很快传播到 拉丁语的国家 从这里流传到了全世界 近代两原子龙 那么就是到了 十七世纪以后了 有一个科学家 叫道尔顿 道尔顿将 这个化学家 拉瓦西 物理学家 波耶尔的研究成果 和古代原子龙 相结合 形成了一个 科学原子龙 它的科学原子龙 的要点如下 第一 有多少不同的 化学原素 就应该有多少种 不同的原子 大家看看 这个说法 也非常接近 我们现在的认识了 第二 同种元素的原子 在质量形态等方面 完全相同 这个时候已经有 这个化学原素的概念了 第三 擦清原子的相对重量 以及组成一个化合物的 基本原子的数目 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道尔顿的原子龙 1803年 10月下旬 道尔顿发表了第一张 包括14种元素在内的 原子相对质量表 现代原子龙 那么在道尔顿的 科学原子龙确立后 定量化学的发展 导致发现了 一系列化学元素 就不是16种化学元素了 这里贡献比较大的 突出的是 孟基列夫 1869年 孟基列夫 分析了当时已经知道的 63种化学元素 记明了发现了 这些化学元素的性质 和原子量有关 有一种关系 提出了一个化学周期率 他根据这个化学周期率 大胆地预言了 人们还没发现的 十几种化学元素 以及预言了这些 还没发现化学元素的性质 结果后来都被科学家 一一发现 一一证实 孟基列夫元素周期率的发现 对人们认识 未观实际 原子分子的研究 进入了一个 更加科学的轨道 这里还有个故事 孟基列夫元素周期表 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和应用 可以说对我们科学界 化学界 化学界 技术界都有很大的贡献 但是他的这一成果 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讨论 要不要给他诺贝尔奖 这个时候是1906年 结果这一年 插一票 他没选上去 后来说插一票 不要紧明年再选吧 那么到了第二年 他二月份就去世了 所以他不信 当时诺贝尔奖里 有个规定 不给死者受奖 所以孟基列夫 这个诺贝尔奖 擦肩而过 再没有机会得到 认识原子的发现 有了更新的进展 这些进展是什么呢 发现天然放射性 这是1896年 贝克勒尔做出的 竟然发现了物质 有天然的放射性 而且物质能放射出 看不见的 更加有能量的 一些微观粒子 这就暗示了 告诉我们 原子的内部 也存在着结构 也有它的成分 原子也是可以 进一步再分的 到了二十世纪 我们的科学研究 对物质的认识 又有了更多的进展 原来认识到 原子由质子 中子 电子组成 质子中子 再由更小的 粒子组成 于是这个时候 就出现了概念 人们就采取追寻 真正的基本粒子 究竟在哪里 那么原子 是由质子中子 电子构成的 人们进一步就要研究 质子中子电子 它们是不是可分的 它们内部 有没有结构 它们是不是由 更小的 基本粒子构成 即便我们将来 找到这些基本粒子 这些基本粒子 还可不可以 进一步再分 科学永无止境 人们发现 宏观的时候 也是这样 在哥拜尼 确立了日新说 对理动之后 当时人们认为 宇宙就是像日新说 描写着这样 金木水火土 绕着太阳旋转 天上无数的繁星 处在外层的一个 恒星天的课程里 但是有科学家 他就要思考 这么多恒星 有多少 远近如何 是不是就在一个课程 经过探索研究分析 特别经过自己 去一颗一颗的 去化星图属星星 人们就认识到了 这些恒星 也有它的组织 最后发现了银河系 那么这个 比较突出的科学家 那就是赫歇尔 同样在微观方面 我们也一样 那么在这里 打开原子世界大门 第一个重要的贡献者 那就是 汤姆森 对于电子的发现 1897年 4月30日 在英国皇家学会 宣布汤姆森 发现了新的粒子 电子 他是怎么发现这电子的呢 他是通过 一个类似于 阴极射线管的装置 在一个强大的 电压的作用下 使它的阴极 产生出了一个 看不见的射线 但这个射线 有个奇怪的特点 路过磁场的时候 它会发生偏转 人们根据它的偏转 测算出了 它的电量的多少 带电荷的性质 是负电 并且算出 它质量很小很小 要比一般原子核 小得多 后来人们意识到 这就是电子 它发现了电子 就启发人们 在思考原子内部 有更复杂的结构 有更多的 小的物质形态 1899年 他发现的粒子 被命名为电子 电子可以说是 1920世纪之交的 三大发现之一 汤姆森也被译为 电子指负 发现电子的意义 有哪些呢 第一 电子的发现 肯定了阴极射线 就是一种带负电的粒子 而不是气体 也不是射线 第二 解释出原子内 也含有带正电的部分 和带负电的部分 在原子内部 也有着电荷 平常我们看它是中性 实际上它内部 可能有带负电 也可能带正电 正电和负电 中和表现出 一种中性 原子 它的结构 到底是什么样呢 我们在这里 给大家介绍三种 原子结构模型 第一种是 汤姆森提出来的 葡萄干蛋糕模型 大家看 就像有这个图一样 在一块 迅庸的团块里 迅庸地分布着电子 那么也可想而知 里面也迅庸地 分布着正电荷 就好像面包里面 我们和面的时候 把葡萄干 迅庸地揉到面团里去 那烤成面包以后 白凯一看 葡萄干 均匀地分布在 蛋糕或者面包里 这就是 汤姆森的葡萄干 蛋糕模型 大家看看 这种原子模型 对吗 在我们今天立场看 不对 正因为有不对的东西 才能进一步 有了正确的东西 失败 成功之母也 这一点咱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模型 有什么成功之处呢 它解释了原子 为什么称电中性 它内部既然有负电荷 就正电荷对等 所以称中性 它解释了原子 为什么会发光 它根据这个模型 给出原子大小为10的 负8次方厘米的一个估计 它得出了原子中 电子数目等于 周期表原子叙述的结论 讨论了电子 在原子内的分布 它的缺陷 正电荷 在原子内的 均匀分布 没有根据 重属于一个猜测 负电荷分布位置 也是属于一种猜测 所以它有正确的地方 有错误的地方 针对第一个模型 又可以提出第二个模型 那就是1911年 罗瑟福提出来了 原子有核模型 罗瑟福在做一个实验的时候 发现 我们用阿法粒子 去轰制一些物质的原子 结果发现 原子在里面 有的绕道走 有的弹回来 它就意味着 这个物质的原子内部 有一个重的核 影响着我们的阿法粒子的 运动轨迹 阿法粒子 冲进这个物质的原子的时候 有的就发生 拐弯 就表现出一种散射 为什么会如此呢 那是因为原子内部 有一个高密度的 大质量的核 当阿法粒子 射到这个原子来 遇到核的这个 就掉头返回去 稍微远离核的 就拐弯 这个实验 叫阿法粒子 散射实验 所以罗瑟福提出的 原子模型 就是右下角图片 这样一个形态 它这个原子模型 和我们太阳系很相似 原子核好比太阳 核外电子 好比行星 它的成功和曲线指数 成功 比较成功地解释了 阿法粒子散射实验 接释了带正电的 原子核存在 原子核不像 这个葡萄干面包模型 浇荣地分布在 这个面包里 而是集中在 某个核的部位 缺陷 它没办法解释 原子的稳定性 无法解释 原子的现状光谱 对电子的位置 核外电子融 所引起的一些阳谬 没法解释 束手无策 针对前两个模型的错误 波尔在1913年 提出了波尔模型 大家看一下 这个波尔模型 波尔模型 更加明确 中间的原子核 周围的核外电子 一层一层的分布 靠近原子核近的 这就属于较低的能级 离原子核距离远的 属于较高的能级 电子在不同的轨道里 有的时候它们来跳跃轨道 转轨 这一转轨 如果从高能级 转向低能级 它就辐射能量 辐射电磁波 如果从内部低能级 跳向高能级 它必须要外界供给能量 让它具有要签的本领 波尔的这种模型 还给出了定量的计算 那么要签的能量 Hμ 正好有等于 两个能级的能量差 这个模型的成功与缺陷 成功指出 它正确地解释了 原子的稳定性 说明了原子的线性光谱 是怎么产生的 并且据此可推出 原子线性光谱的 一个经验公式 并被弗兰克赫兹实验 证实 你提出的理论 如果能被实验证实 你这个提论就比较硬 缺陷不能说明 多电子原子的光谱 和氢光谱的精细结构 对能级的描述比较粗略 只有一个量子数 不能解释原子核 形成分子化学件的一种本质 领入了量子的概念 但是没有摆脱 物理学的经典理论的约束 所以后人评价 波尔的模型是半经典 半量子的一种结合 那么科学家在这三种模型 基础上进一步探索 人们就发现 仅仅用这种轨道 用型的说法 不够科学 不够精确 其中 苏莫菲做出的修正 他提出 电子轨道 不是圆 而是椭圆 原子核 位于椭圆 的焦点 他同时还说 电子用型的轨道 应该退广到三维空间 他提出了空间量子化的概念 另外在波尔理论提出十年以后 又有人提出了一种修正 给出了玻璃二向性 和电子云的说法 就是核外电子不是按轨道 而是一片云团 很模糊 快速形成一个电子云 在这里我们请大家 看一些图片 这核外的电子 用型的形态 像云雾一样 围绕着原子核 形成各种不同的 对称结构 第二个图片 展示了电子云的 另外一种形态 电子云 还在发生着转移和变化 它们的形状 形形色色 那么哪一种学说 更加符合实际呢 电子云的学说 属于更加高版的版本 波尔的学说 在较低的层次下 可以使用 真理都具有相对性 真理也分为低版本 高版本 就和我们Windows软件一样 低版本 高版本 总的来说 高版本 覆盖低版本